腾讯体育7月24月训,在夏季热身赛上,麦莲取得了两连评,而且仅仅打入了一球。 每日进到消息,麦莲民宿斯科尔斯,对于莫里尼奥提出了批评,他表示木帅的足球仅仅在乎结果,而瓜迪奥拉则不同。 斯科尔斯认为,木帅只注重结果,在麦莲占平胜和赛地阵后,莫里尼奥给出的占平理由是,目前的这支球队是一线队,由二三和万足球员拼凑的而成的,我们无法排除比目前更好的阵容。 在听到莫里尼奥的言论后,斯科尔斯表示,在我看来,莫里尼奥并不开心,作为一名足球人士,如果你看到你的球队踢成这样,也许他莫里尼奥会满意,这支麦莲只在乎结果,不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,或许这就是莫里尼奥喜欢看到的,也是他这么多年擅长的。 斯科尔斯继续说道,如果瓜迪奥拉是麦莲的主教练,那么他会厌恶自己所见的,事情会有所不同。 但是对于莫里尼奥来说,最重要的是结果,人们也会以此来评价他。 从这样的评论来看,斯科尔斯对于这支麦莲的风格并不认可,而众所周知的是,生交头是一位非常苛刻的评论员。 这位曼联民宿之前,也批评过范德尔的曼联·莫里尼奥斯不信斯科尔斯的批评。 在之前,他曾经激烈的回应生交头道,我觉得斯科尔斯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批评,我觉得他不是在评论,我觉得,他是在批评。 这是另一回事,我们球队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像他当年一样,成为一位现象级的球员,并不代表我们都必须是个非凡的球员。 如果有一天斯科尔斯决定成为一名教练,我希望他能做到我25%的成功,我的50%的成功是2.5座奖杯,25%是6座,如果他能达到25%,他会感到很高兴的。 Bruxy & 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